2016年的字幕销售 4.0 版面 我估计大部分观众 看到这节目指uir 是香港时假晚上7点圆顶 但现在考虑怎么处理 如果你看到7點這個版本就可能有很多更新的 因為你看到這個香港時間早上9點多的版本 但是我想我講這個分析大致上 都符合我之前的推斷 我之前的推斷說美國對DPA的真正條例 除了是華為承認他做壞仔之外 我叫做承認wondering 不承認crime 這個一定要用英文講的 因為中文就給一些五毛的 我都見過有幾件五毛上來挑機 我都全部禁止了 我都說明我不歡迎中國觀眾 我也都不歡迎五毛的 你不用跟我爭論 你完全不需要跟我爭論 我不會給你有任何 我沒有言論的自由 五毛在我這裡沒有言論的自由 然後我那時候的推斷就說 其實沒有寫在DPA的條款 就說其實就是放那兩個加拿大人 結果就是那兩個加拿大人終於上機了 就是孟晚舟的法院 批了之後就上機了 直到2022年 我相信那兩個人回來 然後孟晚舟就送他去 當然孟晚舟不可以 否認自己簽那份DPA 他否認了就美國可以告他 即刻我那份東西來告他就可以 可以即時判他有罪 那時候他就變成了逃犯 那樣東西來的 即是代言說 那他已經離開了一回事 他變成了逃犯 那樣東西來的 真是逃犯 那但是 這個就 我反而 那些人說 這個就是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改善 不好意思 這個是冷戰模式來的 這個是冷戰模式來的 不好意思 我真是 我只是說 這個是Cold War Cold War Second Cold War Two Point Zero 不是你想的那些事情 不好意思 完全不是 我為什麼說 這個是冷戰2.0 很簡單 在冷戰期間 其實美國和蘇聯 是經常作出這些交換 通常是這樣 這個也很像 類似間諜橋那種故事 就是 這個 通常是這樣 美國捉人 就是 間諜橋的故事 不是百分百符合事實 這個 間諜橋是指 這個 連接波斯坦和 布林之間的一道橋 是 以附近的 叫做格林里克公 為這個命名 所以 那條橋 經常 就是 因為 它是連接 布林 和波斯坦 即波斯坦 即波斯坦 宣言的波斯坦 其實就是 因為它連接那兩道橋 其實波斯坦 我也想去 我上次去 我去了 我去了 曼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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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拉 去決定 那幫下面的官員 去決定 所謂最終解決的地方 但是 我沒有去波斯坦 波斯坦 宣言那裡 那裡是漂亮的 以我的認知 好像漂亮的 但是我沒有去 如果有機會 我再去布林 我上去 就是 波斯坦 它的波斯坦 和布林 連接 那條橋 以往是 成為 交換戰斧 用 交換戰斧 的地方 這個故事是挺有趣的 那裡 那裡 所謂交換人召 或交換戰斧 是什麼呢 就是 通常是這樣的 美國可能 它破了 KGB的間接網 抓了人 抓了人之後 蘇聯也好 東歐的共產集團 那裡 趁機 就抓一些 美國人 可能有些是傻子 有些 間諜橋 電影的故事 就是其中一個 被抓的美國人 就是 他想救他那個 在東柏林的女朋友 那個德國女朋友 過西柏林 那個人 被人當美國間諜 那個大學生 然後 有一個就是 美國那些 戰機被擊落 那些 被擊落 那些 間諜 間諜 機 然後 那個 機師 就是 蘇聯 拿這些 叫做 人 幫你換 間諜 這次其實很像 很像 間諜橋的故事 就是 美國就知道 孟晚舟 幫 Iran做事 做一些仆街事 就抓了他 然後 中國就隨便 立養見 加拿大人 兩個 Michael事件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間諜橋的情節 間諜橋的情節 如果是用眼戰模式的解決方法 是的 你就是 孟晚舟 你給一個方法 總之就是 美國可以接受 然後就換那個人 即是 講數 這些人是講數 真是講數 赤裸裸裸的講數 很赤裸 但這個是 冷戰期間 蘇聯的玩法 這個當然是 流氓國家的玩法 那些人說 為何現在的外界手段 那麼噁心 北歐都那麼噁心 的 北歐都那麼噁心 為何後來 留回蘇聯在那裡 蘇聯 一來他沒有 他拍攏封鎖 我 贏不了 美國 和英國 和法國的強大的運輸力 另一個 是 喂 那 即是 北歐是超級可怕的地方 我要交換 要做什麼 間諜 那些 全部在那裡做 所以 變成那些 間諜電影 那些 場景而已 之前有一套美劇 叫做 《Berlin Station》 《Berlin Station》 有兩個意思 《Berlin Station》 不是說《Berlin Oberhof》 那套美劇 不是寫得那麼好 因為已經不是冷戰年代 《Berlin Station》 變成沒什麼意思 《Berlin Station》 以往的 《Berlin》 當然不是 《Berlin Station》 所以美劇兩季就修了皮 兩季就修了皮 你想想 你想想 以往 《Berlin》 其實存在的耳朵 你說你抓我 我抓你 大家都鬥俗人士 然後 所以 為什麼你看到幾天前 英國 FCDO 又說 《Warn》那些人 支持《Berlin Station》 中國的那些人 不要去那些 和中國有引導協議的國家 其實這些警告 有關聯致英國外交部的警告 其實《Berlin Station》 都會收到 只不過 免得說 不說 一般不說 說是沒有意思 這些安全的警告 或者溫馨提示 我們自己知道就算了 其實 一向都是 因為這是一個安全問題 安全的理論 但是 英國 FCDO這麼高調 和這麼大規模的警告 其實我想原因很簡單 就是害怕 因為如果 英國 英國應該知情的 因為 HSP還有什麼事 你玩到《間諜橋》2.0 中國版 或者《間諜橋》中國版 或者《China Edition》 你玩到《間諜橋》中國版 的時候 你這件事 不要開玩笑 你玩到《間諜橋》2.0的時候 你很明顯的 就是 中國會周圍捉人 做人質 或者是英國公民 或者是BNO 都會是這樣 所以你唯一的選擇 就是 例如我這些 跟中國 香港有印度協議的國家 全部都不去 全部都不去 免得煩 因為免得就是 變成《間諜橋》2.0 你明知道 中國 其實就是 中國變得很野蠻 怎麼說呢 你當你變成《間諜橋》2.0的時候 你看到就是 中國 會為 好像以前蘇聯一樣 為了自己 可能 救自己手上 一些 間諜 那些 什麼人都可以亂捉 這個才慘 這個 這個真是冷戰2.0 以往 就是 以往是會怎樣 以往那隻 就是 會不會捉一些民運分子 那隻 另一隻 捉一些 例如說 47人案 或者初選案 會不會有些人 放出來 然後拿來流亡海外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 為何找見聞事 才會立後一些人 就是這樣 這是英姦 你記住 誰知道見聞那些 個人細節 的 通知MI5 還有 見聞ICQ 各社那些 通知MI5 對的 對付這些人 不用客氣 你知道周庸那些 個人細節 你可以通知MI5 你 怎麼說 你說 整個 你變成間諜 如果你說 以往 譬如那些 民運人士 那隻 是以前 東西德 東德很喜歡這樣 譬如那些 東德異見人士 一些專業人士 他捉了之後 是怎樣 跟西德換錢 所以那時候西德 特別是被人罵的 CDU 還是SP的執政 都有做這些事 直接設計 一架特別的巴士 那架特別的巴士 很奇怪 有個機械裝置 會自己換車牌 總之入到東德境外 就會變成東德車牌 那件事 然後 東德就捉了異見人士 然後捉了異見人士 可能有些是教會的人 有些是專業人士 有些可能是很高調的人 沒有 西德有個清單 西德 那為什麼 東德呢 要一些實物的 通常 那時候很北韓 很北韓 你會聞到一股北韓的 對 北韓的東西 或者 北韓學他 那為什麼 他要麵粉 他要肥料 他不夠肥料 他不夠麵粉 他不夠機械 他要一些西德的東西 那為什麼 他把清單給中間人 西德有一個人專門做這個中間人 有一個師 專門做這個 混蛋 他收到中德的清單 跟西德 波韻那邊說 那時候他手上還是波韻 波韻那邊 那些人看清張 可以 那你給10日 給10日之後 政府可能用一些奇怪採購合約 這些都好 這些是不見 你直接付錢 就不知怎樣付 你用一些奇怪採購合約 然後就怎樣 有一架空巴士 剛才我講的那架空巴士 連那架 連那架 連幾個 甚至一些特別的火車 那個火車有幾個空的客卡 還有一些貨卡 然後西德那架 進去之後 可能由 Hanova那邊 火車這樣 越過去之後 然後就 在 somewhere 換人 寫貨之後就換人 所以你隨時 如果中國經濟不行 支爆了 會不會拿那些 香港的手足 來做 換錢 那時候西德那些 那些評論家 都說得很難聽的 說這個計劃 叫人口販賣 真的人口販賣 但他用錢買回來 那些自由 你猜會有這樣的事嗎 我覺得會喔 即是你現在回到 所有東西 Cold War 2.0 全部回來 那些 那些共產黨那些仆街 全部回來 這個就是 所以你說 這個是不是什麼 中美關係改善 神經病 他現在美國 當成是蘇聯 那些 蘇聯食譜 那些 當成是蘇聯 那樣處理 現在 慢慢真的是蘇聯 那些玩法 現在變成新蘇聯 Welcome to Sophia Union OK 所以我 我 那些飛機 怎麼這麼快 送那些人 當然可能習近平也很急著 割 孟晚舟韭菜 我猜孟晚舟應該隨時 加拿大 立即把他抵回 他還打算讀博士 那些時候 孟晚舟立即被加拿大 抵回 抵回 北京 立即抵回 北京 北京怎麼處理孟晚舟 可能孟晚舟初期被人當人民英雄 但是 久而久之 那些角角下韭菜會不會 他之後 你知道 你寫過這些DPA 什麼 即是 共產黨一定追究 你想想 AB團事件 那件事 你想想 以前 駁一波 老爸 駁一波 玩出事 試過 駁一波 駁一波 以前 1936年 那時候 劉少奇建議 因為 60億 華筆 有一堆共產黨 包括駁一波 那時候 劉少奇 跟毛澤東 說 不如這樣 給這班人自己寫 那些什麼 退黨自白書 什麼東西 那些人全部用假名 全部用假名 國民黨只知道他們是假名 不知道他們是真名 你做什麼 退黨自白書 什麼東西 換他們出來算 但是我們不夠人做事 那時候 那時候 無法批准 但是文革那時候 那些 退黨自白書 大的事 那些就變成了什麼 半黨六十一人案 明明獲得中央批准 你怎麼樣 做 認寫衰仔子 中央批 中央指令你做的 你不能不寫衰仔子 出監 這樣都被人搞 所以你說 說其實 晚安走會不會一方面翻版 呢 就算北京讓我打 crocodile 這種事情 都是一棵才 bastante 老實說 中共我覺得這一集 我這一集 你全都是 一對照歷史 全都是 真的人類ェ Out 真的一路從回 今天就是 這樣的 這些交換人質的玩法就是《間諜橋》電影的玩法 然後你現在慢慢周自己 DPA承認做過那些混蛋東西 然後換自由 這些有命令的 大哥不用說 這些當年國民國外戰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的時候玩過 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到 孟晚舟事件就習慣掉一條翻板 以後就是冷戰的世界 我可以說 之後西方和中國的相處都是用冷戰模式 這個就是現實 將會是冷戰模式 如果是用冷戰模式 你沒得說 你一用冷戰模式相處 你真是 所以我說如果有人要離開BNO那些 你早點 因為你冷戰模式一定封關那些 一定跟著你 就是你想 你想知道未來中國和美國關係如何 除了打熱戰還有什麼關係 冷戰 那些廠都離開了 那些資本都離開了 什麼都離開了 藍絲拉夫都不如 總之就全部都離開了 冷戰模式 在冷戰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接觸 甚至就是中國完全完全遺憾 你不會說什麼很乖 只不過就是大家 有一個底線就是 避免熱戰 避免核戰 冷戰的前提就是避免核戰 所以大家有一個最低度的交往 這些講數的事情都會發生 就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白卡是否想打冷戰 因為打冷戰 中國是打不起的 因為蘇聯有這麼強實力 有這麼多東歐國家的經濟去支持他 他都仍然搞不定 你怎麼會覺得中國打得起冷戰呢 即是蘇聯打冷戰的資本 很好吃 蘇聯打冷戰的資本其實是 蘇聯打冷戰的資本其實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拿了一堆東歐國家 其實是略奪了那些資源去打的 而那些東歐國家 有些都仍然有一定 即是跟西方有低度的經濟合作 譬如 東德做的賽斯 東菜的 東德做的賽斯 為何在香港買到東德做的賽斯 即是二手很多 二手用M42萬 其實那些很多是賣去日本 或者西方國家市場 有西方國家追捧 所以那些賽斯雙標有爭議 其實那些有抗議 那些抗議 那些抗議就是 所以那些賽斯的雙標就是 東德做的 東菜 為何是賽斯 就是寫著Jank 即是耶娜的地名 德國的地名 就是用J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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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 去 原因也是這個原因 即是它用 它為何要特別標明是賽斯的地名 是因為 東西德的賽斯有抗議 是後來兩德統一公司 就是西德的賽斯 買了東德的大部分業務 但是小部分 屬於軍事那些業務 現在就變成了另一間公司 那些公司現在都出名了 那間業務 那間業務是北約的主要供應商 這個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就乘機 即是怎樣 吸收了不少東德的好東西 都有的 都不少的 那些好東西在這裏 即是當你明白 冷戰的史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知道 中國經濟玩完了 中國不會 即是你這樣 你統統的 你統統的 這個統統的過程 會有很多這些 類似港數字 那些孟晚舟這些 所以這些五毛 不需要做什麼認知作戰 大哥 一看冷戰歷史 你已經知道 這些又是這些 又是玩這些 那些五毛 不要否認自己 你自己 已經是冷戰現代 就如來臨那 你不要否認這些 是冷戰的 是真的 這些沒有得理 沒有得理否認 你哪有得理否認 我有時覺得這些五毛 是很可笑的 五毛是一些 很令人反胃的 反胃的 知錯鴨塞 你都明白 所以我想這一節 我都說得 幾 即是 你這一節 你見到六的時候 半夜三更 播放的時候 我是七點多 香港時間 但我可以說 是 真是歷史在少 歷史 很荒謬 這件事 真的很荒謬 放心 我自己不說 這就是孟晚舟事件的戲 一個 我告訴大家 就是冷戰已經回來了 這是一個歷史事件 是一個加速事件 今晚第一節 第二節 香港時間 我想十點 左右 我就應該說 恆大的 應該說 恆大的 然後 總之 就是 我終於要面對一些加速的世界 真是很慈善 所以我很少 一晚錄這麼多集 很少 但是 太多東西 真的太多送 沒辦法 你習近平這麼億 我沒辦法 第一節先說到這裡